喝哪个橙子 买一个洗衣液吧 我最喜欢喝的口味是这个橙子口味 我的偶像 小红树的朋友们久等啊 今天下午呢 我正好也没事 准备去超市 采贵一些就是在旧主屋 然后在酒店或者在现场 需要吃到或者用到的一些东西 在超市我现在看到一家这个吐司店 我经常买吐司 我一般呢比比较喜欢吃全麦的 因为全麦比较健康 好 这七十几天 今天上市了 三天 好 买一袋吧 谢谢 这个是剥好的柚子 然后就不用我自己动手了 我拿个橙子 买点鸡蛋吧 因为我健身需要吃 然后最近你那个咬一咬不动 就多吃点蛋白质 买一个洗衣液吧 轻敷子 像袜子啊 打底裤啊 内裤啊什么的都可以自己洗 哦 像这种孕片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奶泡 然后有个在疫情期间学到的 可以用这种椰奶来代替 或者酸奶泡 也挺好吃的 但因为我戴了牙套 这次就不能吃了 先不买了 太硬咬不动 坚果呢 其实各位同学可以每天吃一袋 其实坚果挺好的 然后它是优质的这个脂肪 这是进口的饮料 同学们如果不想长胖的话 就尽量买无糖的 因为无糖它的那种糖分 是不会被人体吸收的 这个牌子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是我最喜欢喝的 因为它无糖 我最喜欢喝的口味 是这个橙子口味 这首歌 我的偶像 啥时候再开演唱会啊 我还要去买票支持 好了 这个奥利奥 我得买两盒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这个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特别引主要给他们 带两盒饼干回去吃 对 我最近因为也是 就是想增肌减脂 所以我买零食之前呢 一般都会看一看成分 比如说它这个叫糙米饼 它的每100克能量有20% 但它的脂肪含量挺低的 像这种油炸的这种 它的脂肪含量就比较高 里面有43% 所以就是减肥的同学们 一定要少吃这种 这个可以试一试 挺充饥的 然后这个暖宝宝 这是巨组必备 因为到冬天穿的很少 真的挺冷的 所以有的时候会穿秋裤 然后贴上几层暖宝宝 好了 这些呢就是我今天要采购的 其实在巨组生活 这点东西真的不够 只是说给大家看一看 到了超市逛里面 应该我会采购一些什么东西 走吧 咱们去结账吧 咱们去结账吧 嗯 哈喽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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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婚开始恋爱 谢谢谢谢 谢谢记得记得支持我们 哎呦我天 来了挺多的 走吧 好了今天的采购呢 今天的采购 采购就结束了 小红书的同学们呢 可以经常来我的小红书看一看 我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 好玩好用 好吃的东西 你们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下面留言 我看到了 会尽量回复给大家的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小红书